作者 张军 第三十九集 乡市主考 不一会儿 周生买了昌蒲回来 看到老爷家乡来人了 心里也很高兴 满以为啊 这是端午节 老爷一定会大鱼大肉 好好招待 没想到吃饭的时候 竟然只有一碗豆腐 此外呢 就是从老家不远千里送来的烟菜根 不禁几分的失望 堂堂五品官这么抠门 怪不得前面的陈生跑了 周生的失望没有逃过曾国藩的三角眼 他一边吃菜根 一边看着京西说 周生 京西虽然是长工 我家三代都没有把他当外人 老太爷才打发他进京来 别看烟菜根不值钱 这是我曾家的传家宝呢 周老哥 大少爷说的都是实话 曾家从老太爷起 从来不亏待别人 京西呢 连连点头 感慨地跟他说起亲身经历的往事 当年呢 一场伤红 我家里的稻田变成了沙利 眼看一家子要饿肚子 我娘哭得要寻死啊 多亏老太爷仁慈 用两亩稻田换了我家的沙利堆 从那时候起啊 我家就跟定了老太爷 说实话 老太爷家里难得吃鱼吃肉 也吃的烟菜根 周老哥 我跟你说心里话 你我都是当下人的命 能碰到把我们当人看的老爷就知足了 周生听了感慨不已 京西兄弟说得是 我也知足 说着夹起了一块烟菜根 曾国藩看了夫人一眼 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在他心头却压着一块搬不走的大石头 几年来啊 为了让自己这个汉林宫在京城安心读书当官 乡乡全家都在勒紧裤腰袋过日子 房子早该修缮了 但祖父新刚公啊 心疼银子 得知自己生了汉林检讨 才草草修缮了一下 老家许多人呢 都说增价装穷 生了五品官之后呢 弟弟们来信说 连最亲近的男五舅都不大登门了 居然愤愤地对外人呢 出怨言 三年青之府 十万雪花银 儿子在京师当大官 偷偷往家里运银子 偏偏还要装穷 怕我们穷亲戚上门借钱嘛 男五舅的大恩 自己一辈子不会忘记 可苦于京官俸禄微薄啊 至今未能报答 穷汉林想要富 唯一的希望啊 是外放学证或出任乡氏考官 可什么时候才能外放 报答至亲的恩惠呢 道光二十三年 是三年一届的政科相试年 对于天下读书人来说啊 通过科举走进仕途 是改变命运的机会 争相恐后地背着书箱子 去省城准备应试 对身为从五品汉林院试奖的 曾国藩来说 也是改变穷困的绝好机会 京士人呢 习惯于在汉林前面 加上穷酸二字 还流传出京官不外放 穷到要卖炕的谣取 道出了他们表面风光啊 实则寒酸的窘况 这些汉林呢 最大的期盼 是能外放省学证 三年期满 能稳拿几万两银子 其次呢 便是出任乡氏的正副主考官 户部发给两千两不等的拆旅费 一趟拆市回来 还能得到地方官员和录取取人 各种名义的馈赠 不少于两三千两银子 两项相加呢 就是五六千两银子 能彻底改变寒酸的窘况 但考官也并不是能容易谋求到 自雍正以来 严格规定乡氏正副主考 必须经过汉林院和詹事府人员中 例行的考试 名曰考差 为了在考差中展露头角 曾国藩不动声色 暗暗地服用滋补药丸 调养身体 奉命参加考差考试之后 曾国藩名列一等第二名 胡林义等人 预祝他此番必定时来运转 他心里高兴 却恪守谨言慎行的信条 润志兄 究竟谁能得到外放考官的幸运 一切由皇上钦点 彼人实在不敢痴心妄想 胡林义呢 也觉得圣意难测 只能听天由命 五月二十二日 曹晋喜带着圣誉 来到汉林院宣称啊 汉林院试讲曾国藩 人品端方 学问纯正 卓冲任四川省乡市正考官 御史赵吉 冲任四川省乡市副考官 卓领取户部成仪 五日内启程 不得有误 曾国藩赶紧扣头谢恩 差点洗晕了 赵吉由汉林院试读啊 调任御史之后 是从四品 无论年龄资历啊 都比自己这个 刚刚升任从五品的试奖 高出一截 一到圣誉 自己便跃居在赵吉之上 任政考官 这可是大清开国以来 没有过的奇迹 真是皇恩浩荡啊 迪圣兄 千万之喜啊 这真是运气来了 门板都挡不住啊 胡林义呢 胡林义呢 用调侃来祝贺他 曾国藩笑逐言开 连忙入宫啊 谢恩聆听圣誉 见了曹进喜 他拿出向胡林义 借来的二十两银票 奉上 曹进喜 含笑塞进衣袖 把曾国藩领到 玉花园后书房 轻轻说啊 启禀皇上 曾大人 曾国藩来了 正在门外候着 悬他进来吧 道光皇帝正在批奏折 放下笔啊 深深揽腰 曾国藩满心的感激 口称啊 微臣曾国藩 叩见皇上 便匍匐到 道光皇帝的预案前 皇上看了他一眼 曾国藩 起来回话吧 谢皇上 曾国藩站起身 垂手聆听皇上御旨 道光皇帝 察觉他的三角眼 竟然神采奕奕 不由得生出好感来 曾国藩 你学问不错 办事认真 朕才破格让你担任 四川主考 而让赵吉 给你当副手 劳重光 任监察御使 这是朕第一次 让你担重任 你可得好好办差 别辜负了朕的厚望 微臣愿肝脑徒弟 绝不辜负皇上厚望 曾国藩 连忙下跪谢恩 道光皇帝 挥挥手啊 让他起来 肝脑徒弟就不必了 朕只要你认真办差 四川千里迢迢 自古数到难 难于上青天 你给朕说说 如何安排行程 保证按期举行考试啊 微臣在汉林院熟知地图 由河北宝定 入陕西宝基 再经汉中而往成都 虽道路崎岖 但路程最近 估计行程一个多月 定能如期考试 这事微臣一点余见 请皇上训事 在进宫的路上 曾国藩就考虑好了 从容应对 道光皇帝微微点头 你想得周到 朕登基以来 常在深宫 只从地图上知道四川 就照你说的办吧 还有 赵吉比你资格老 有经验 你们要同心协力 不要闹义气 微臣尽尊圣誉 与赵吉大人 同心协力 绝不闹生分 曾国藩连忙答应 道光皇帝挥挥手 你下去吧 办差回来 再来见朕 面圣回来 曾国藩忙让欧阳夫人 给磨磨 连夜写信 向家里和亲戚朋友报喜 四日起来 兴致勃勃地 向朋友借了轿子 借银子 做新官服 打发周生 去雇教夫 自己则租了马车 去拜会副主考 赵吉 贡商 赴四川 相试事宜 马车 缓缓行驶 可曾国藩的心里 却几分的忐忑 事情明摆着 赵吉的官职和年龄 资历都比自己高 却得给自己当副手 虽然是皇上的旨意 他赵吉会心服吗 哎呀呀 曾大人光临寒舍 下官蓬臂生辉呀 赵吉啊 笑容可惧 忙让座敬茶 听话听音 一个下官 曾国藩就感觉出 他免礼藏针 茶里透出清香 曾国藩喝出浓郁的苦涩来 盲诚恳地说 赵大人太过谦了 国藩自知才疏学浅 蒙皇上器重 充任主考 不得不遵命伴差 万望大人 勿以区区窝脚 虚名挂怀 不吝赐教为判 嘿嘿 曾大人诧矣 赵吉呢 连忙拱手 显出一副推心致腹的神经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世上新人胜旧人 此乃万古不易之法则 皇上慧眼时才 下官对曾大人的才学 钦佩得很 岂敢妄言赐教二字 请曾大人放心 下官一切为曾大人 马首是瞻 心悦成福 听从差遣 曾国藩明白 赵吉啊 骑士是在跟自己 玩太极推手 将一切推在自己头上 躲在一边呢 等着看笑话 只能打落门牙 祸血吞了 于是呢 拱手告辞 去拜访奉命同行的 监察御使 劳崇光 毕竟啊 是同乡的前辈 劳崇光呢 格外维护 医生尽管放心大胆去做 老夫定会全力斡旋 曾国藩呢 十分感激 独自去户部领取了 两千两银子 拆旅费 然后又去兵部领取 看和 调用人员呢 沿途护卫 并调四川路营兵马 负责供院警卫事宜 领到拆旅费之后 知道沿途各处官府啊 免费照顾 还会有馈赠 他立马给老家寄出了 六百两银子 特意说明啊 给男五舅二百两 报答当年 卖牛送盘缠的恩德 其余亲友 带半差回来 再赠送 正好呢 夫人生下了第二个女儿 可谓双喜光药门眉 曾国藩呢 心里高兴 给取名 寄药 七月初九日清晨 按照规定 开道官 竖着亲命四川点式的 姓黄旗 两个写着肃静回避的虎头牌 之后呢 才是考官的轿子 曾国藩和内联十八人 连媚西行 曾国藩心系啊 监察御使劳冲光 年高望重 让劳冲光的轿子 走在前面 自己随后 雨后出情 空气格外清鲜 一轮红日 冉冉升起 回首西山 但见万风耸立 犹如雨后春笋 曾国藩心情非常愉快 一行呢 到达白沟河 他浮想连篇 想到明成祖朱棣 发动静难之意 夺取侄儿的皇位 与李景龙 在这里一场血战 想写一首 永史的长诗 然而他的长相 是八股文章 永史长诗呢 并不是容易的 在轿子里 想了半天呢 终究写不成 只好引用 自己得意的连句 长兴老将 废不用 赵阔小儿 轻用兵 曾大人出口成章 真个好才学啊 赵吉在后面搭讪 陶渊明先生有云呢 齐文共欣赏 一亿相语兮 在下不姓也姓赵 不知赵阔小儿 轻用兵 是否有所指啊 曾国藩知道 他对任父职 心存芥蒂 没想到 他这么心胸狭隘 连忙解释 赵大人千万别误会 看到白沟河 国藩情不自禁 想到李景龙兵败的历史 怎能另有所指呢 曾大人是圣人厚一 心地光明 想来还是下官 见识浅漏了 赵吉自嘲的大笑 吩咐教夫慢点走 以免打搅了 曾大人的雅兴 这个意外的小插曲 在考官队伍中 产生了不小的波澜 同行的内联人员呢 都是从礼部和詹事府 临时调来充任 十八房房官的老近士 乃至汉林 个个的虚发斑白 一大把年纪了 还是七品从六品 对这个才三十出头的 年轻汉林 平步青云 本来就酸溜溜的 对赵吉 屈居负职 同病相连 于是乎 他们也吩咐教夫 慢一点 和曾国藩 拉开了距离 劳崇光发现 队伍中 产生了隔阂 只得以监察 御史身份劝告 赵吉等人 嘴上答应 可心里的隔膜呢 却仍然难以消除 感谢您收听 由有生熊猫 为您播奖的 《增国班传》 本集播讲完毕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